請問 OK 現在的話 我也是一樣 把剛剛的一個元件 我把它拉出來 我已經去備完了 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元件 轉換成什麼元件 影片片段的元件 OK 進來了 變元件2 接下來 注意 老師現在點選它兩下 它會進到場景裡面的 元件2這個物件 所以我們現在在編輯它的一個動態 它的動態 就是讓它翅膀回動的一個動態 所以在這裡 在做編輯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把它中心點 就大概移到這裡來 然後呢 然後假設在影格事物的時候 我們這邊建立一個關鍵影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先做 先做一段來看看 那假設影格事物的時候 在中間先建立傳統部間動畫 好 建立起來 然後在影格事物的時候 把它利用這個變形工具 把它稍微變小 所以我們一邊的一個動態已經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讓它在影格30的時候 再插入一個關鍵影格 讓它的翅膀再回覆到原來的位置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翅膀的一個 揮動狀況的話 就大概是這樣 好 回到場景1 我們測試一下 Ctrl加Enter 有沒有 OK 了解 好 那我們就先來做一遍的事吧 好